今天本土的肺炎確診案例 一口氣新增了29例 而確診者的足跡也不斷的擴大 其中台北市地下街的Y區 今天就趕快緊急的大規模進行封接消毒 工作人員拿著工具大規模進行消毒 台北地下街Y區緊急封接作業 總廠一公里的街 連手扶梯 廁所的任何一個角落都不放過 就是因為有確診者足跡 四小時消毒完畢也絲毫不敢大意 總共28個出入口只開放9個公民眾進出 其餘通通關閉 進入除了需要實名制 也有工作人員幫忙量體溫 就是要加強防疫 我們各自的店家都有做消毒 還有清潔的動作 所以這些我們自己的防疫措施 都做得非常的好 戴口罩 就一直噴酒精 就應該沒事 工程車停靠路邊 載著滿滿的消毒工具 同樣有確診者足跡的內力郵局 一早也是進行消毒 民眾進出更是口罩戴緊緊 而鏡頭再轉到萬華 確診者足跡 茶館 小吃店附近的商家 都是大門聲索 路上人潮更是寥寥無幾 你應該看得出來吧 好像是都沒人了吧 真的的話應該照理講 裡面那麼嚴重 應該是把萬華去封起來才對 當然啊 為什麼不擔心 而且在我旁邊而已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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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消毒了啦 確診者足跡全台不斷擴大 看來民眾接下來 還是要少去人多的地方 比較安心 董事人產經新聞葉子晶楊超成 台北採訪報導 好可怕喔